家穷人愁一米五九 名花美主月月吃土 大家好 我是你的小美呀 今天给大家带来 地狱少女第三季的第四集 兄长 故事开始 这个四月份的熊龙大熊 正在被校园团伙威胁要钱 他拿不出来就被打了一顿 在学校的医务室里 美女医生说要帮他告老师 但是却被大熊拒绝了 他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要是告老师的话 他就再也不来学校了 但是他一味的疑问 隐忍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欺负 寒冷的冬天 那些之前欺负过他的人 把他扒光了绑在树上 用雪球砸 他们越玩越过分 最后还把石头放进了雪球里 就在雪球就要砸到大熊的脸上的时候 一道人勇飞快地冲过来 挡在了大熊面前 把雪球打了回去 他伸手解开了绑在大熊手上的绳子 大熊有些害羞地红了脸 两个人开始自我介绍 那个男生说 他是大三法学部的学生 名叫阿强 喜欢剑道 阿强想要让他一起学习剑道 但是大熊拒绝了 阿强对于大熊表现出来的懦弱 非常的生气 而大熊则认为自己都习惯了 那些人用欺负人来显示高人意等 那就随他们开心吧 在某一天 大熊去看阿强的剑道比赛 阿强轻轻松松地就拿了个第一名 但是他认为自己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大熊一听 自己养的男神说自己还不够优秀 当即又反驳了 我感觉你已经够优秀了呀 头脑聪明 身体健壮 长得也好看 阿强照了张镜子说 还是你长得可爱啊 这一通交谈下来 好像说得大熊越来越不好意思了 之后阿强提出让大熊陪他训练 其实也就是想要大熊练习剑道 果然啊 被夸了两句就鬼迷了心窍 两个人在一起练剑的画面 真的是有些那什么了 大熊回家之后 家里人也发现他变得不一样了 大熊一提起那位教他建造的大哥哥 画匣子就受不住了 在学校的大熊也是越来越自信了 总之学了建造的大熊 是比以前越来越有魅力了 这一天大熊和阿强在公交车上 阿强在准备考试的内容 大熊一直给阿强加油骨气 忽然车上的一个长发男 被人摁住了头 长发男回头正要嘛 发现他身后正站了一个 身穿鸡老子 不带大金链的男人 这个大金链子 黄黄的从怀中掏出来一把刀 然后开始给他理发 啊 怕不是托尼老师最近业绩不够 大熊本脚站起来制止 但是却看到身旁的阿强 一直在瑟瑟发抖流汗 那个穿着鸡老子的男子 在下一站就下车了 并且还带走了那个 刚刚他给踢过头的男人 车正在正常的行驶着 司机和车上的人 全都是一脸冷漠 下了车之后 大熊和阿强走在回家的路上 大熊对阿强说 不要在意那件事了 但是阿强却解释道 那你是看不起我了吗 我没有管这件事 是因为当时你在我身边 我怕连累你 大熊的眼睛从震惊 逐渐变得有些失望 夜里大熊召唤了颜魔爱 小爱给了他一个稻草人 告诉他只要解开红线 所怨恨之人就会坠入地狱 而害人终害己 你死后的灵魂也将坠入地狱 大熊站在河边喃喃自语 我知道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呀 该下地狱的也不止他自己 但是别人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完他就解开了红线 阿强被一木莲他们 带到了一个异空间 他被操纵着不停地击鼓 嘴里不停地说着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紧接着小爱出现了 一片死定了 杜和尚阿强问小爱 公交车上的人都有罪 为什么偏偏自己下地狱 小爱没有回答他 只是将他送往了地狱 回到学校的大熊 再也没有学习见到 也依旧受着那些人的欺负 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谁也阻止不了 故事结束 这个故事肯定有人会为阿强打抱不平 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错 但是这整件事情都是以大熊的角度来讲的 本来大熊下车之后已经和阿强说不要在意了 应该是阿强为自己的懦弱强行解释 而让大熊失望了吧 是阿强把大熊从校园七零中解救出来 教他见到 让他变得阳光自信 大熊也一直仰慕 甚至爱慕阿强 当他看见自己所仰慕的人都对不公之事 知之不理的时候 阿强在他心中的形象应该是瞬间崩塌了吧 所以他要把这个带给他希望 又让他失望的人送入地狱 最后的时候 医务室里的医生问他 为什么刚刚有些转变就停下来了呢 大熊却说 就算他变了 社会也是一成不变的 他对这个社会极其失望 当初他以为阿强是这个 一成不变的社会里的光 但是很遗憾 他并不是 好了 今天的地狱少女就到这里啦 我是你的小美呀 喜欢小美的点播关注不迷路 我会努力爆关更新的哦 爱你们哟